dj 哈囉大家好我是江老師 又來到了這個 超男的和簡單的宮崎 cats的樂譜版本比較 今天要來的就是 神影少女這部 神影少女裡面的配約 是我個人覺得寫的真的是完美到不行 那今天會帶來三首作品 那首先就來這一首 大家非常喜歡的這個叫做什麼夏什麼的 先彈簡單版本給大家聽看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想聽對不對 不行啦 這真的談太久了 好先這樣子冷靜冷靜 我等一下會談到後面先讓我解說一下 這個大家已經覺得已經超好聽了 你就會覺得怎麼可能可以更好聽 就是宮迪俊的音樂它並不是著重於它的困難度或是什麼話俏的部分 而是它音樂這個旋律非常純粹的 就傳達出你心裡好像最脆弱的那個部分 那我彈男的版本的前面這一段喔 我彈男的版本的前面這一段喔 我彈女的版本就在那裡 我彈男的版本 我彈女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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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裡 我彈女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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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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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欸 這個真的有点 麻利有点花香 就是这样子 Zither Harp 就像中国风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就是比较好听 有一个踏板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通常我们会希望踩踏板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希望音不要脏掉 所以会一直去换它 但是像这个绿皮的版本 这个bass 音要持续四个小节 那其实不用去换踏板 它要的就是要有一点点其他的音的音响在那边打来打去 所以你听一看喔 不需要换踏板喔 好 这样是好听的 通常只要遇到零音 我们就会想要换踏板 像这样 因为这两个音打在一起 通常会不好听 90让它要的就是这种氛围 所以我觉得OK 好 那男的版本的这一段是长怎样子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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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十六分音符變多然後變得華麗和聲稍微變得複雜一點點 那這個黑色版本的這一首我給它編曲上面 其實我覺得前面那個要純粹一點比較厲害 好像是綠色皮的比較厲害 所以這一本大概三顆星 然後難易度三顆星 喜好程度四顆星 因為這首實在寫得很beautiful 好 現在我們來一個合度 這一首 那我們先來彈簡單版本的給大家聽聽看 所以我可以做的了 會是嗎 是嗎 是劉撒冷的 可以打開嗎 沒有 會不會 還有沒有 會不會 想講 這個 写的真的非常简单 弹到就是有一种觉得简单到 格子眼令人害怕的感觉 因为你知道其实越简单的曲子 破绽越容易摆出 就像是一首非常快的曲子 如果中间稍微弹错一个小小的音 还不会被发现 但如果很慢的曲子 你只要稍微弹错音 就爆尴尬 所以这个也是考验到你的平均度 非常难 然后我们来听听看 男的版本的这一个曲子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级华丽 有没有 我最喜欢的是哪里 这里它会这样 蹦 蹦 蹦 这里 就感觉很像是一朵花 然后突然 灯 盛开的那种感觉 我常常在弹琴的时候 我会叫学生要有画面的感觉 像这个地方就会让我感觉 这个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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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花 我刚才脸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太夸张 很像是那个花突然盛开 闻到花香了对不对 所以这一本的话 我觉得黑色的这个版本 是写的挺好的 虽然也是相对的比较花俏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它效果蛮好 我给它编曲 4.5颗星 然后难易度 3颗星 喜好程度 5颗星 再来第三首要给大家带的三张星 so re so far re 叫做千寻的什么 ok 好 我来看我来看我来看 我先跟你讲 你一定会念出一些 キキボニバディブブ 然后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来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不用了 我看一下 no thank you 真的啦快点啦 千寻のWalls 喔华尔滋 可以了我已经可以了 谢谢 退 来 走开啦 你身体很大 你会挡住我的镜头啦 你真的很奇怪耶 他只想要秀一首 你没有感觉到很强烈吗 好来 我们先来听一下千寻的华尔滋的简单版本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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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必须做个结尾 好像什麼都戀愛粉紅泡泡 啊我就戀愛體質嘛 好我們來聽聽看男的這個版本長什麼樣子 剛剛那個你們可以聽到 他左手其實非常單純的 就是一個伴奏型態然後長的都一樣 他就是 類似像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分開這個版本 各種音型不斷的變化 八度十六分音符全部都給你來一下 來 這盾就是 兩九分有一滴 兩滴 兩滴 我不, jakby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之呢黑色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写的比较难比较花俏 可是的确会有一点点阻碍了它原本很樸实想要呈现的那个情感 当然也是因为我现在是弑谱 所以有技术上的障碍问题 当你练熟了之后一定能够更直接的去传达这个曲子原本的样子 编曲三颗星 然后难易度三点五颗星 然后喜好程度三点五颗星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神仪少女的三首曲子 然后有简单的版本跟男的版本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有些人是认为简单的版本就最能够传达她心中的那一种 儿时的回忆 最纯真的想象 但是男的版本呢就是其实也是可以呈现的非常棒 只是不过比较花俏的话需要练习一下 所以在试谱上面来讲有技术上障碍的话 就没法传达得这么顺畅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开箱 喜欢的话记得分享按赞留言 任何提到回答你们最重要就是订阅我们 打开小铃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